刘苏云就死了 人家修佛也十年 他真心 真法云 真行 生年应当有成就 这生年我们要问问 大家你们对生死有没有把握 你们的烦恼吸气改了多少 清净心有没有得到 平等心没得到不说不提 清净心有没有得到 如果说在此地 一门人生 一具名号就能达到 不必到彻悟 只要到平等心先前 佛法就通了 无论你看什么样经论 从来没看过的 一看就通 平等心先前就有这个能力 大车大悟那就全通了 世出世间法全通了 所以要正干 刘苏云就是他自己报告里讲得很好 他说他什么都不行 他一生能有一点小成就 就六个字 他教人 你们想学我 就学这六个字 第一个老实 第二个听话 第三个真干 这是他 学佛十年的秘诀 那我们想想 我们这六个字都没知道 第一个我们不老实 我们总以为自己 想法是正确的 自己所做的是对的 第二个我们不听话 经教里面 教导我们 没做到吧 造年我们在美国 有云遇到黄年老 黄年老付托我一段事情 把尽忠学会也建立起来 尽忠学会 是他老师 夏连区老就是提出来 执事提出来 没有成立 没有正式成立 其实 静宠学会 就是古时候的临时 内容完全相同 就是换个名称 静宠学会是现代的名称 连设是古老的名称 换成现代的名称 大家就不会说他是迷信 我听了 我听了很有道理 我们确实有同感 在这个时代 必须得现代化 所以学习 我们用学乐 修行 我们用学会 那我们第一个会 是在加拿大温国华成立的 加拿大 静宠学会 好像现在还有 我很多年没去了 早年在那个时候 我每年在那边住一个月 现在也有 大概有 应该至少有13年 没过去了 第二个会呢 在美国成立 加州 美国静宠学会 在旧金山这个地区 以后洛杉矶也成立一个 洛杉矶的静宠学会 我在那里住了几年 当时美国跟加拿大的 大概有30个学会 现在可能还有一半了 还存在 那么以后回到东南亚 这边成立的多了 单单好像是 这个马来西亚了 正式注册的 有50多个会 有会没有注册的 大概也有五六十个 马来西亚是最多的 有一百多个静宠学会 这个学会 我们都是修进度的 都是依照 印光老法师 教界来学习的 无量寿金呢 全都是以下劳局势的 汇集本 每一个会 都是独立的 他们的行政独立 人事独立 财务独立 我们没有管辖 也没有密切的联系 都没有 我们只有 学习经教 共同 念佛 有活动的时候 我们都会发通知 这些静宠学会 可以互相支援 果然能够 一教奉行 所以这个静宠学会 出来之后 我们提出一个 五条修修纲领 这个大家都知道 在静宠学会 缘起里面提出来 五个科目 第一个科目 是静业三辅 这是静宠最高指导原子 观无量寿经上 讲的 三条是一句 第二呢 立活进 第三个 戒定会议三许 第四个是六波罗 菩萨六度 第五个 普贤菩萨十大愿望 这是我们修学 直到纲领案 这么多年来 看不到 显著的 进步 所以我们 重新来检讨 为什么 静业三辅做不到 六号进 做不到 在家学佛同学 十善业没做到 出家同学 沙米律仪 没做到 这不后歌 我们认真反省 见到 发现 应该是 我们没有从 杂根教育下手 也就是 没根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根 说再讲 就是 今夜三辅 第一条 孝养父母 奉死四长 慈心不杀 修士善业 这四句 没做到 那就 全盘失败了 所以我们就想到 如何来补救 怎样把 孝亲尊师 知道 我们就想到 儒家的弟子归 落实 弟子归 就是 今夜三辅的 第一句 做到 孝养父母 奉死四长 第二句 慈心不杀 我们就想到 太上感应品 因果教育 如果 有这个基础 这两样东西 我们落实了 世善业道 就没有问题 世善业道 能够落实 沙米律 已经没有问题 很容易做到 这是大臣教育 这是大臣教里的 杂根教育 不从这个根本修 我们用再多的时间 再多的精力 恐怕 恐怕都得不到 还是 佛说的话 有道理 因戒得定 因定开慧 我们把戒 收获掉了 定慧得不到 那 这些年所学的什么 是佛教常识 是知识的佛教 不是智慧 没有智慧 我们的心是散乱 心没有得定 我们的心是 染污的 心不清净 所以深年光阴 过去了 应该要反省了 现在努力还来得及 还是有救 希望大家要认真 记住这个地方 这句话 对我们是很大的勉励 受恶无利 恶归出身 但能发心专念 习得多多 这对我们很大的鼓励 要真正发心